欢迎回来全台湾最独的新竹新峰海岸线附近 堆放了许多太空包 疑似是电火炉炼钢业的集成灰 里面的戴凹星超过了管制标准最高是四倍 距离上一次我们采访之后的半年 调查团队重回现场发现 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 太空包已经被政府给挖除 但是我们更想知道的是 到底元凶是谁 丢在这里有多久了呢 我们调出了民国八十年到九十年间的航照图 发现呢 在民国八十五年左右 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一次太空包跟废图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算一算已经丢在海边二十三年 询问环保局环保局说呢 早期不知道有毒 所以拿来填海造岛 这叫做历史工业 那么现在的清运费全民买单 全民遭殃 我们人类是食物链的最顶端 这些呢含有戴耀心的鱼虾吃下肚之后 七年十年都无法排除 而这一切难道也只是历史工业 我们都应该默默忍受吗 政府的心态也未免太消极了 再回到新竹新丰海岸 这天正下完一场滂沱大雨 非常迷腻 这是凤鼻隧道开挖之后 滚滚泥水流进了台湾海峡 正从300公尺外 新丰垃圾掩埋场 被大雨冲刷下来 这一块是急灯灰 它问题是物质不灭 那些洗下来的急灯灰 跑去哪里 它跑到海里了 很小的颗粒 所以它很容易吸附在生物体 透过浮游生物和食物链的蓄积 跑回到人身上 已经开挖的清理处 还看见疑似科技场的废弃物 我们现在看到绿绿的 基本上都是跑出来 氧化吧 然后我就打这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组 你看我一打下去 好像2万 深咖啡色都起成灰 然后你看我现在随便打 氧就7万多 然后千4千多 大概那个带药芯的含量 会在那个2000到4千匹克之间 我们台湾其实管制的 带药芯是很宽松的 我们带药芯的土壤管制标准是 1000匹克 荷兰他们在 龙鱼木的带药芯管制标准 是只有10匹克 走着一不小心脚陷入了泥沼 后难拔出来 泥量会越陷越深 好不容易腿拔出来了 鞋子掉在泥底 弯下身费劲把手往泥里捞 才捞出了鞋子 穿上之后才能继续上路 这些是集成灰混合的土壤 这条就是全台湾最独的新丰海岸线 我们一路走来跌倒好几次 所以非常的狼狈 你看我的脚还有半身全身 都已经是一片泥泥 这些有毒物质是直接接触 皮肤待会我就要赶快就把它洗掉了 当初到底是谁丢了这些有毒的电葫芦 还有集成灰已经不可考 但是所在地的新竹县政府 现在终于要跳出来清理 但是还没清理前这几天的下雨 就已经把这些有毒物质 全部冲刷到海洋去 看 随便打 新19万7千 千一万二 同一千三 我们环境背景值 新大概在一百到两百 然后图案管制标准是两千 这是19万七千 然后千的话 环境背景值大概也低于一百 然后管制标准两千 然后这边一万二都非常高 把刚刚陷入软泥的鞋子拿来一侧 结果 我一打下去新就一万一一万二 所以很明确的 刚刚我们脚陷到泥巴里面的 这个泥浆水 其实是有集成灰的 但耀心之所以被冲为世纪之毒 就是因为不管到海里 到空气中 到土壤里都不会被分解 乌克兰前总统游仙科 义气风发 竞选总统时 遭人在汤里下毒戴奥心 脸部变成绿座舱 布满坑洞 前后判若两人 戴奥心如果中毒以后 基本上接近终身中毒 新运出骑在海边设立的钢板 一斤拆除 非常大量的集成灰 就会顺着雨水这样刷到海里面去 这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 下雨一来就直接刷 刷到海里面 那就已经刷了20年 还差这几年吗 不错 以前这里的时候 海岸是打到这里 那时候还有港版穿 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海浪就直接打到上面 在上面这个 咖啡色的这些粉末都是集成灰 每一棵都有 就好像我们 这个好像我们那个 那个 劲底粿粘粉一样 果粉好像果粉 这些果粉都是 还有带钥星的集成灰 我们国家在处理这种 像带钥星这种高风险的 化学物质的时候 竟然这么随便 这条毒海岸线 从垃圾野埋场 往海边三公里 南北绵延 没有保育林地 男友亲子沙滩和渔港 会不会有影响 它属于第一类的 就很确定它的危害是 非常明显的 而且有强烈的证据 那第二个就是 它可能会造成基胎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东西 它也非常难以代谢 那正常的代谢 它扮演出来几个人 要七到十年以上 尽量去避免这些污染源 当然我们就是人 就是不要去制造这些污染源 到底是谁到的 我们调出了杭照图 民国81到84年海滩 还是一片辽阔 到了85年 出现了不明太空包 以及施作的护体工程 86年岸边 已经有扩大的深色土蹄 是施工的时候夹带 还是另外偷偷被堆置在岸边 第一次调查 其实第一次调查的时候 我们是确实 我们没有去调查 戴耀星这个部队 那只针对重金属 我们的判断 它是要做围墙 它底下用铁矿渣打顶 一段之后上半半就用太空包 到底是谁到的 你们都没有查出来过吗 所以我刚刚讲 它是在还没有合法掩埋场之前的 一个时空被准造成的东西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所谓历史工业 然后你的路就是在 你星风垃圾掩埋场的旁边 从你家门口过 你工部门说 你都不知道 我是词非常大的怀疑 你们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另有其他引擎不可告知 民国93年前 星风海岸是新竹县政府管理 从93年至今 改由林务局新竹处接手 毒太空包气质发生在新竹县府管辖期间 目前已经决定 部分由台湾钢联免费轻运 并做氧化新的回收再利用 的确是钢铁业衍生出来的东西没有错 环保署有解调台湾钢联 它也愿意救社会企业责任 这桩无头公案 到历史工业说 环保署拨下了3000万经费 等同全民买单 第一期先清除掉5000吨这些有毒废弃土 第二期还要清理掉9600多吨 比官员曾说过的 应该只有2000多吨 还多了7倍 相较于台湾第一起 代药性污染案的中石化安顺厂 严谨度实在天差地别 首件代药性污染案 2018年最高法院判中石化 需赔400多人 1.8亿余元定业 台南中石化安顺厂 前身是经济部辖下台检公司 接收日治时期的工厂 主要生产盐酸 农药 防腐剂所需要的原料 是东亚最大的五律分纳厂 1999年间 黄幻璋教授发现了污染实情 雪球越滚越大 居民组成自救会 有富人体内测出的 代药性浓度高达951匹克 成了世界纪录保持人 这么多年过去早已停工 把底泥挖出堆质 从空拍画面看得到 黑色帆布料秘密包袱 避免飞散在空气中 场域四周没走几步路 就有骷髅标志 有一条水沟测到 6400万匹克的代药性 独性当量 6400万匹克 那个是非常非常高浓度 就算你去除率 做到我99.99% 结果剩下0.001 还是超过管制标准 居民不会再钓鱼 以至于池里的虱目鱼和螃蟹 吃着底泥 长得如此肥大 代药性也蓄积在体内 所以他们就在争议 这尚要负责 我是觉得我们台湾 这样在面对四季制度 真的是有问题